第一次看完剧本 让人觉得说比较不一样的 这三个角色 跟我以前所有试验过的角色 都非常不同 三个角色他们本身之间 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我觉得叶冰长相对来说更复杂 就是他的出身或者他的命运 然后造就了他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好的 所以说看起来很有弱 但是也许很强 再加上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 他不停要找到一个靠去对付所有人 他是一定这样的 王国的时候 其实叶冰长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投奔谈台镜之前 杀侍女那一场 拉侍女挡刀的那一刻 作为演艺者也会觉得心里 就突然有一个声音 就是说回不去了 其实他的戏很复杂 他的情绪是很复杂的角色 是很难演的 对于演员来说 他要演出这种变化 是很难的 我施展了这个妖女情思 可我也只不过 得到了一点他人的关注和爱慕吧 做这些剧本功课的过程中 觉得原来这一类的角色 他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么像的 后来做的所有的错事 都是因为他其实内心是不安的 那一切都是因为那根情思而起的 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机缘巧合 导致了后面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觉得 得到的爱都是假的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 自然而然的发生回不去了 天欢它是因为天生拥有很强大的力量 而且他是出身藤蛇族的 藤蛇族天性就是 嗜好杀戮 天欢它是明的吧 明夜平常跟婚女的人 蛇族是一样的 他出身就非常高贵 他认为这世界最好的 东西该是他的 他对明夜的爱 我是觉得还蛮病态的 有一种病态的占有欲 他是很爱这个男人的 他有很强的力量 所以他可以去做一些 特别过分的事 比如说杀对方全家这样的事情 我刚收到情报 说这魔契会傍作结局 还请诸位随我意图前去搜寻 他是发号施令的 他要的是那种很鲜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杀人的时候是那种 慢慢悠悠的 比如说像菩萨一样的手势 表情是那种笑笑的 慈祥地去杀人 墨女她本身就是汉拔 她本来的存在就是食人隐汉 但是她有了前世的记忆 带有一种就是历经沧桑之后的那种 大气和豁达 我经历了万载无愧 也算是看过火车的 更加能去理性地 去对待自己的感情 还挺累的 是我拍过最长的一部剧 感觉生活还蛮大的 最少机会相对人来去做一些 比较开朗的地方 就感觉她的眼泪像那个水龙头 哗啦啦啦啦啦 她会向导演提出很多自己的想法 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同的锻炼 不停的给老师去教她 多的锻炼都有经历的看断 也许她会更好 一定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这是我觉得挑战 比较大的一个角色吧 之前没有演过反派 对我来说是很有新鲜感的 是一个突破吧 希望能够在这部剧 让大家发现更多不一样的我 饰演员陈都林 在电视剧《长月静明》中 饰演夜冰长 天花 墨女 这三个角色 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够关注我们《长月静明》